Lio聊四季,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中國A隊對上阿甘廷H隊 這場比賽是世界國家盃 這次我會比較專門來挑中國A隊來講 因為中國A隊有兩位我很喜歡的選手 一位是榮老師跟這位佑 中國的第一高手佑 兩位選手的分數在天梯上也是數一數二很高 甚至比我們台灣選手還要再高上幾百分 所以我個人認為中國A隊的戰術 可能不會遜色台灣A隊到哪裡去 甚至可能比台灣A隊打得再更好一點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中國A隊會使出什麼特殊戰法吧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藍色,藍色這邊是阿甘廷 這個阿甘廷人怎麼是學一個日文的 這個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苦西 用這個日文 不過我覺得阿甘廷最近蠻多人在學日文 因為我在日本那邊的群組 因為波蘭這個文明大莊園很難防守 這張圖其實也蠻開闊的 你要守住大莊園的農田的問題 是波蘭這邊首要的課題 我們就來看一下下一個文明 下一個文明是伯伯 伯伯人的話移動速度很快 身為內夾的他通常是會打騎士或駱駝 因為他駱駝也是很便宜又減免 這樣比較適合打駱駝加騎士的混合主題打法 那到了後期的話可以打弱弓 算是團戰來說不錯的一個選擇方向 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是馬來 馬來最大的特色是這個大象很便宜 但是這個防禦非常差 只有一格 賊爛爛到不行 所以這個馬來的一個大象是需要去注意的一個問題 那再來就是比較常見的是打團戰強弩 還有這個爪刀勇士 但爪刀比較沒那麼常出現 那大象部分可能會看得到 但我不確定馬來在這張圖來說有什麼太大優勢 最大優勢應該是渤海的一個優點吧 然後馬來游海的話是有三倍農田的 三倍漁網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馬來在這樣的地圖發揮 我不太確定會不會比較好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下一個文明 欸不好意思喔剛剛那個是高棉 好馬來是外加 那馬來外加的話打外加就可以打強弩了 好那就沒問題 我想說馬來那一家可能會很難打吧 好 不用是我看錯顏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青色 青色是高棉喔 高棉的話 他的最大特色是一次遠農田 但是其實高棉一直有個問題 就是他打什麼都不太強 除了打大象以外 大象攻擊力很高 但是其實也是有很多配招想或是遇到這個疾病的問題 那主要陳寶師他還是會打一個騎士暴 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好 那我覺得阿根廷這一波這邊選的文明 並沒有太大的強勢之處 可能是中國隊 ban peak ban的不錯 把強勢文明都ban掉了 所以他們被迫選擇這些文明 比較有可能 好 那這邊稍微看一下 應該大家都是正常捕魚 OK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但是波蘭跟紅色這邊已經開始撞了 撞魚港 而且要升封建了 好 趕快講過 好 那蒙古外加的話要特別注意喔 小工數量可能會輸 工兵文明的一個外加 工兵數量 所以在蒙古打外加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喔 經濟上的一個問題 經濟不好的話很容易就打輸對手外加 那後期可以轉這個蒙古圖技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下一個 那紫色呢 是這個西班牙 西班牙的話 特色是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那團戰來說大部分還是會打西班牙征服者 那打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需要蓋城堡 所以這個蓋城堡 這個挖石頭空窗期的時候 是這個封建時代最難考驗的地方 還有可能喔 西班牙的一個META 還是會封建打洛馬 然後再慢慢轉圖經濟 上城堡 插城堡 做吸陣的一個動作 所以西班牙BB應該是沒問題喔 我覺得他應該是可以打得出來這個戰術的 好 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是立陶宛 右是我們中國最強大的玩家 他選的是立陶宛 立陶宛有這個強大力的提示 但是需要這個聖物 放到自己的修道院裡面 才會有這個攻擊力加成 那在團戰來說的話 也是比較適合打奇兵的部分 那我覺得立陶宛的話 對右來說應該沒什麼問題 因為立陶宛本身沒有太多經濟加成 所以在使用上來說 會比較需要遇到的問題是經濟的問題 軍事實上來說應該對右不是問題 好 結果 波蘭果然打塔弓了嗎 波蘭的話可以打塔弓 因為他村民會自動回血 而且挖石頭可以產生黃金 所以對於挖石頭傷精進來說這件事情 並對波蘭來說並不是太大的事情 紅色這邊選的是瑪莉 瑪莉的話最大特色是這個彪漢精神 洛瑪攻擊力可以變7加7 有14攻的傷害 所以到後期打洛瑪大戰 瑪莉來說也是不弱的 那再來還有這個飛刀手 但飛刀手來說其實不太好用 那我個人認為瑪莉還是比較可以偏向於 打這個奇兵路線 好 那這邊直接大家一個打開打 哇 大家都上到封建時代 這邊是怎樣 大混戰有四個顏色 那波蘭這邊插一座塔之後 在後面再插一座劍塔 想要來封這塊木區 那目前看起來紅色 紅色瑪莉 這位選手外加 有點被弄到生活無法治理了 那這個兩個木區都被插掉了 那如果他現在要安全挖伐木的話 只有這個後方 還有上面這裡 那待會敵人就可以很針對性的 直接掠過這前面的伐木區 直接來到後方 直接做騷擾就好了 而且這邊比較尷尬的是 還有金礦跟木頭 所以紅色搭回這邊 可能要插一座劍塔來防守 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可能會用到 自己的經濟賊 直接爆開 不然就直接爆米 分對手去打劍塔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紅色雖然陸地上被搞 但是海上也是把 波蘭搞了回去 這是波蘭吧 好 好 那果不其來 波蘭直接在下方開個劍塔 但是這邊 紅色 有這個立即反應 去插兩根劍塔 來防守這塊最後的木區 那金礦處稍微有點守到 好 那這邊 劍塔要起來 直接射11隻肉 下方直接 果然插劍塔 然後加上爆米 打個一波 但是突然的優勢 就是一直回血很煩 村民打了有打沒一樣 回血又馬上回起來了 好 那這邊漁船持續在做騷擾 那瑪莉這邊的目標 就是 繼續 用這個劍塔防守住就好 那這個船呢 也是繼續出 只要讓那家的高面 沒辦法正常捕魚 那瑪莉前期的事情 就算是做到了 他並不需要被 不需要把對方打死 或者是一定要做到什麼事情 基本上他只要有 燒到對方的魚船 就是一件 大 力大功了 因為這樣子的話 可以拖垮 對面外架 這邊進攻 因為 波蘭這邊 如果要起劍塔 騷擾的話 一定會讓他經濟很慘 那波蘭勢必 前面不會有太多小功 可以做一個騷擾 或是做一個主要進攻的方向 那 綠色的話 被燒魚船的話 基本上經濟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紅色有點一打二的感覺 這也是為了要爭取 讓又有這個所有時間 農出更好的經濟去防守 你看 又這個時候已經上到城堡時代了 全場第一個上城堡的就是又 又直接直城 然後馬上去爆出騎士 明明立陶宛沒有任何經濟加成 卻有這麼大的一個 這麼快的時間鈕 上到城堡時代 這就是又的厲害地方 好我們看一下右邊 右邊這邊其實也是被稍微被騷擾一下 洛馬一直瘋狂亂串 而且沒有鎖死 哇這個抖音提姆大師有點尷尬 村民一直被圖 而且有些村民都打量殘血 這個村民樹是不是有點落後 稍微落後兩村 可能被殺個兩村之類的 那這邊蒙古果然經濟會有點慘 你看這邊小宮有點出了 無法生活治療 好那這邊西班爾的一個政策 是打一個紫城 然後應該先出騎士了吧 這邊要狗到西針出來 我看蒙古會先沒呼吸喔 哇靠 直接下城堡 可以喔 結果是打一個27匹城堡 好紫色這邊打得很穩 為什麼紫色的漁船那麼多 OKOK他要捕魚 難怪我想說他肉也是蠻多的 好那這邊蒙古 終於把自己家裡喔 伐木型給圍死了 你看這邊經濟超慘 好這邊 哇這邊肉馬來一串 來不及抓到蓋城堡村民 直接只能被迫撤退 那高明這邊看到西針 準備要出來了 待會要怎麼應對呢 雖然看起來現在是阿根廷全面進攻 但我覺得阿根廷這邊似乎沒有站上風 反而是有點劣勢 而且是左邊 左邊感覺這邊打超兇的 但是其實已經輪到 右的他們進攻的這一輪 我覺得現在再打下去的話 我覺得阿根廷會有點慘 因為他們這波進攻 並沒有騷擾到太多東西 也沒有把對方中殘到 反而是已經經濟很慘 那中國這邊是反而是選擇 那一家都屬於一個跳城方式 兩個家都是已經到城堡時代了 這邊分數明顯我拉開了 而且這邊TC已經先蓋住一座 在中間喔 在種田跟挖金礦的動作了 那修道院的部分 也有在出生旅喔 所以我覺得到了這個節奏來說的話 右的時間喔 減生物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 那時間一場容易點到四個生物喔 四個生物只要一減到 基本上利桃王就無敵了 想要坦誰就坦誰啊 那又有這邊 減生物跟開TC之魚喔 還有拉兩隻騎士喔 到對方內架開始在吐 那這邊不會去針對外加的原因 是因為外加已經做前期塔攻的動作了 所以經濟不會好到那裡去喔 而且也不用太多做個針對喔 因為波蘭外加強路來說 也不會說特別強 就是一般的強路而已 所以不用太擔心 他會爆出什麼奇怪的東西喔 基本上利桃王只要爆出自己大量的這個 烈提斯喔 跟獲奇的塔盾科技喔 遠防死的一個戰毛兵喔 對方強奴就算是十攻 也只會有一滴血的傷害 所以他對付波蘭其實沒有太大的一個疑慮喔 而且自己家的外加也是打贏海戰喔 所以這邊優先打內加就是個重點 那就是一個細節 好那目前蒙古這邊也是把自己的經濟喔 慢慢顧好了 劍塔也是慢慢往外插 欸但這邊這個高棉打得不錯 這一波應該可以抓到一村嗎 哇一村都燒不掉嗎 喔有燒掉一村 但是自己損失兩批嘛 好像有點虧 醜文明直接爆打一波 有點慘 好那左邊這邊直接下一個市集 好可以稍微用下經濟買賣 這邊再繼續打 左邊這邊劍塔又還拉了一隻騎士去慢慢解喔 這個就是細節喔 用一隻騎士去解很多劍塔 好這件事情就很賺 好那第一個 第三個上到城堡時代是高棉 高棉這個一吃也農田喔 肉就是多 好水一直灑一直灑 好TC直接下山TC開農 但是右這邊的村民樹早就突破天際啦 右的村民樹已經到58村喔 跟紅色一樣喔 欸等一下紅色不是喔 紅色不是村民樹喔 這個是漁船處 還有醋的漁船 好聰明樹其實又是最多的喔 好那灰色這邊一到城堡時代 直接按下了這個 奴兵的升級喔 那馬來打奴兵 就是一般的工兵開局而已喔 好紅色 這個不是紅色 這個西針喔 來打高棉的 騎士喔 特別好用喔 這邊一直砰一直砰 哇西針真的是難產 但我蠻意外的 對手可能沒有ban西班牙 應該是自己想要拿 結果被中國拿走了 是不是有可能 喔 直接射石 哇這邊直接蓋一個 打橫堡 直接要來壓臉 直接插在你家的臉上喔 這根堡 這根堡起來可能會有點難受 但是這邊後面攔截村民 已經被村民已經死了很多喔 最後一隻村民到了前線蓋喔 那這邊還有其實有足夠的時間喔 去阻止對手來蓋喔 這邊要蓋可能有點困難 他現在左右兩邊 都是有吸燈在燒耳的狀況喔 基本上外加已經死了 馬來沒有呼吸了 應該不太可能擋住這波進洞喔 這根堡起來可能就GG了 外加直接死去 哇這個好像 實力有點差距的感覺 中國隊這邊實在太強大了 140吋打250吋 村民術基本上差了快一把 這包含漁船的數量 然後這邊提姆大師 橘色還把那家的 呵 這個高綿的漁船全部燒光啦 哎呀 高綿這邊只能被迫 只能轉型種田 好看起來 阿根挺涼涼的 好那這邊破爛 在家裡蓋下這個城堡 這應該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我覺得右邊已經直接沒呼吸 直接滅了異果了 哇這個一個人把這個城堡蓋起來 這個是怎樣 台灣勞工 台灣老闆 血和村民 一個人蓋寶 呵呵還蓋起來 好那這邊犧牲無雙 直接開放所有的國家 兩家而已 贏到所有 結果阿根挺打錯了GG啦 哇 中國隊這邊直接是用實力擰壓對手 完全是 基本功 差距喔我覺得 那我剛剛有說 這邊灰色跟青色雖然有強攻 但是中國隊這邊鎖的還是不錯 村民術沒有少很多 那這邊野劍還是騎得起來 那一直針對外家去打 沒有去針對內加打 這個時機點就有點太怪怪的 因為他們 我就有點誤判行事喔 阿根挺如果看到內加是西班牙的狀況 通常啦 我會直接去針對內加 因為只要讓內加 的西班牙的征服者 只要造出來之後 這個就會很難受了 就會像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是 如果是我的情況 我是內加 我是高冕的話 我一定會先去打西班牙的 那西班牙這邊 這邊就是讓他過得太爽 西真一出來就真的沒搞頭了 那他們這邊的政策就是很奇怪 就是外加打外加 而且內加也是打外加 把這個蒙古打慘而已喔 但是其實也沒有收藏到哪裡去 這邊防守也就是說 也沒有到非常慘 而且這邊防守 我覺得做得很好一點是 你們看起來 蒙古好像沒做事嘛 但其實蒙古做了很多事情 這邊有捕魚之外 還把高冕家裡給燒掉了 這還是他最強的地方 雖然他看起來一部分是被挨打的 但是中國這邊做的還是不錯的 防守進攻來說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基本的感覺 這邊四個火都被中國隊拿下來了 你看紅色這邊也是喔 雖然紅色一直被挨打 進台是一直狂殺防守 但是海域都是有拿下來的一個狀況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下一場比賽吧 OK我們來到第二場中國A隊 對上阿哥提H隊的第二場比賽喔 那這場比賽紅色 又選擇的是哥德 哥德的話這邊是外加還是內加呢 這邊要稍微看一下喔 哥德的話其實是可以打內加的喔 內加的城堡一樣出奇事喔 帝王轉步兵爆也是可以的 目前看起來是內加沒錯 好 哥德內加的話就是剛剛上述講法 這個帝王時代喔 步兵爆直接一國打三國 四國都沒問題 只要經濟夠好的情況下 應該沒有問題 哥德最強大的就是這個步兵減免的效果 好那我們再來看他其他隊友 其他隊友是黃色 黃色是選擇了這個緬甸 緬甸的伐木速度算是正常 但是他有這個免費的伐木科技喔 跟這個法蘭克一樣 經濟上不會太慘喔 而且城堡時代還可以打飛鏢騎兵喔 那飛鏢騎兵跟殺人場的西陣就有點像 這個有點算是Meta流 就是他們的標配喔 一定是要這樣打喔 團戰才會強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 是這個印度斯坦 欸不是欸 又是外加欸 又是外加的話 就打一般工兵開局了 工兵開局 然後城堡再轉這個步兵爆也可以喔 好 那紫色是印度斯坦喔 印度斯坦的話 內加一樣就是這個駱駝 沒什麼意外 一定是出駱駝 那基本上的話 團戰駱駝 那後期的話 可以考慮轉火槍加駱駝 或是古蘭阿姆都可以 那基本上 印度斯坦就選擇很多 重點就是要黃金喔 那團戰來說會跑貿易喔 所以這個問題來說 對印度斯坦不大 我們就來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是波斯 波斯的話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遊俠國家 而且他同時喔 還有這個重裝駱駝可以使用 所以在外加對應來說的話 比較彈心一點喔 但外加部分的話 肯定是打這個奴兵喔 那地龍斯帶轉這個遊俠 那順帶一提 波斯還有這個免費工兵可以使用 不用黃金就可以產出工兵來 非常的好用 但是需要點下波斯工兵這個科技喔 在點下這個科技之前 工兵還是需要黃金的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提姆大師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應該還是會打一個正常的開局方式 好 我們來看一下阿根廷 阿根廷這邊選的是瑪雅外加 瑪雅外加打這個波斯 這個畫面就可能不一樣喔 瑪雅可能會有稍微的優勢在喔 因為這個工兵是很便宜的 很容易用工兵數量碾壓對手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下一個喔 下一個是青色喔 青色是曲折羅人 曲折羅人已經開始出了兩個果蟲 那他在團戰內加來說 是非常強大的壓制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的駱駝有這個25%攻擊喔 而且封建時代 只有他們喔 自從印度斯坦這個DLC的新增國家 是這個駱駝刺猴 那這個駱駝刺猴 封建時代根本就是個霸主 刺猴想砍誰就砍誰 對面出肉馬 這個刺猴就可以無雙喔 開砍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法安克 法安克的話 在這個團戰內加來說 算是一個基本的一個馬國文明 沒有什麼太大特色喔 特色就是192遊俠而已 那基本上農田科技是免費給的 所以基本上經濟不會太差 比較穩定發揮的一個文明 好來看下一個 那下一個的話是朝鮮喔 朝鮮的話團戰外加有兩個打法 一個是弓兵喔 不然就是塔弓 那塔弓部分不會太強喔 就是正常的挖石有優勢而已 石頭不用太多人去挖喔 經濟機會很好 基本上不會傷到太多經濟喔 也可以做到塔弓的效果 那我個人認為這一把應該是會打 弓兵開會比較適合一點 因為對方是哥德 哥德又的話 我覺得塔弓很難搞到點東西喔 而且他的支援點喔 重要的支援點也沒有在正面喔 只有果樹而已喔 那果樹你正面塔個果好像沒有很賺 很容易被解掉 而且這個黃金也在後方 所以打弓兵開局的可能性更高一點喔 因為塔弓不是說你想打就打的 欸這邊是怎樣 這邊大量村民直接到後面 欸 哇波斯這個是要波斯TC爆了 但是對手有在防守 這邊直接圍死了 這個TC爆最好的防守就是讓對手不要進來喔 對手進不來的話 這個TC爆時間就會差的比較遠喔 這個能射得到嗎 6格 1 2 3 4 5 6 哇 是不是要點一擊射才射得到TC啊 好像有點遠欸 好 那為什麼波斯TC爆會很適合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TC喔 血量是4800D喔 這個城鎮中心的血量 是高於對手的一倍喔 所以TC爆來說 波斯是比較適合的喔 那再來就是 這個敗戰艇喔 敗戰艇的建築血量也是很高 但是最高的還是波斯 哇居然射得到欸 哇剛好6欸 射成6剛好射得到喔 完蛋 那如果被射得到的話 瑪雅基本上是量一半了 哇 哇 那我覺得輸定了 瑪雅這邊輸定了 這邊直接不修TC也是一件好事喔 直接TC被拆掉 後方這邊 在這邊再蓋個TC喔 直接把這個金礦喔 補一下這個空點 就可以了 反正你現在TC被射掉附近也沒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 沒有農田喔 所以你被射掉其實也不會 可以虧到哪裡去喔 底下就是虧了275 跟這個造索銘的時間 還有100石頭而已 那這邊帶回木頭可能要多罰一點喔 這邊有 十個人 好這邊波斯TC爆 值得一看 好我們來看一下右邊 右邊的狀況 欸這邊直接開場搞豬 哇這個又直接去對面想要圍住這塊豬肉啊 這個豬肉是怎麼搞的 好那結果塔攻的是又阿 又直接棒棒開 再加上 哇這個鹿肉吃到一半不能吃 很慘 好直接過來開靠要來鎖金礦阿 鎖外加金礦 這邊建塔要入這裡 欸結果不是差建塔 而是差這個哨戰喔 這應該是被試破了 很明顯喔 哼哼哼 這哨戰太多人蓋了 一下就蓋起來 好左邊TC波斯PC爆 欸這邊沒有選擇 要放棄喔 因為這邊要生時代的關係喔 所以還是選擇要修一下 好這邊直接插路進來 欸插路進來 插路進來很聽喔 這邊直接深入喔 所以直接打出來 後方有些挖點石頭 挖石頭的話 待會可以在這邊插箭塔 去鎖這邊墓區喔 這邊又直接裝甲步兵 裝甲塔開打 裝甲塔這個戰術喔 算是比較早期的一個強勢打法 那現在很多人都會解 但是我不得不鎖 高手的裝甲塔喔 跟一般人的裝甲塔 這個厲害程度又是不一樣的 所以 不能說一般的裝甲塔 現在已經不是META了 不能這樣講 高手來說 打起來還是個META 一般人打這個 就是普通而已 沒有特別強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上到了 封建時代 這裡要做怎麼反制呢 這邊要打算去修到底 這有點讓我出乎意料之外 是我畫的就可能不太想修了 到封建時代就不想修了 就直接往後插喔 好 這邊直接砍個一波 那目前 內夾部分 也沒有被燒得到很嚴重喔 焰柚斯坦 後面也是爽爽龍 這邊刺頭兩隻在跳恰恰 那目前前面這波前壓 中國高手 右 雙甲步兵追工兵 那順帶一提 工兵的移動速度是比步兵還要快的 所以這邊只要操作秀得好的話 工兵一隻是可以秀到三隻的 那之前 右 就有示範過 一隻工兵秀三隻裝甲的一個打法 這邊監察起來 這邊還是要拉走 那目前右這邊鎖的金礦還不錯 鎖了一個金礦跟一個木須 最後打到這個重要資源點 這邊TC還是要繼續修嗎 但是裡面還是封鎖了 波士喔 大量村民喔 這邊其實都圍得還不錯 防守都一直有在做 這邊少量的人修 就可以拖到裡面的村民喔 一直要在裡面不能出來工作 波士的經濟就會很慘 但是上到城堡時代之後 印度斯坦 用著這個便宜的村民產量 開始大量升村民了 那待會BB去打對方 驅著羅人 我覺得應該沒有問題 中國應該這邊是穩 而且 驅著羅人這邊還有維加 經濟上會比較差一點 那印度斯坦是沒有維加的 沒有維加的話 經濟就會很好 好 這一波裝甲上面再繼續插 又要來插後面金礦 哇 這邊是要全面封鎖金礦區嗎 但其實小工數量很多囉 這邊應該是有機會 可以直接拆掉了 只要裝甲這邊直接收掉 村民直接上去印A 劍塔就可以了 但是這邊 又太強了 直接高速把劍組圍起來 所以村民沒辦法第一時間 上去貼到這個 瞭望塔 那沒辦法接近的話 劍塔就可以無限輸出喔 因為沒辦法到這個下面 下面的話是劍塔射不到的地方 這邊又有一個反制操作非常好 雖然裝甲送的差不多 但是這邊工兵 這個瞭望塔也是有做到很多事情 這邊直接把TC應修了回來 右邊直接開農田了 那這邊有個細節喔 有時候看到對方波斯開農田 你自己就可以放棄TC了 往後開TC也是可以 那對方如果還要繼續提提爆的話 這邊是必要補一個魔防 而且這邊種田的村民會有危險 一定要再下個劍塔 這是一個另外反制操作的方法 那青色跟綠色喔 直接專門來打 高敏這邊喔 高敏這邊飛鏢騎兵也要出來了 防守來說也沒問題 圍牆一直有在圍 那這個城堡蓋起來 這邊還收到一村 賺個一村 香 後方工兵在找跑出來的村民 我怎麼覺得阿根廷這把也不涼涼了 印度斯坦爽爽農 緬甸飛鏢騎兵也要出來了 那兩邊那一家 也沒有做到什麼事情的感覺 阿根廷這邊的村民樹 還嚴重落後十八村 好 那目前 這邊要準備上到城堡時代 經濟很好 這個輪走按下去 待會就差不多就可以按了 明明是打一個裝甲塔 卻經濟還是很好 怎麼看起來跟我的裝甲塔不太一樣 但是右這邊有點尷尬 這邊的赤猴數量其實有點多 長槍兵能守住嗎 還是要直接損失一村 結果直接被逼退了 這邊還有個箭塔 所以只能撤退了 這邊還有出幾隻斗笠 想要來偷偷做壞壞的事情 結果被弓箭手射掉了 哇 那看起來 這邊刺猴大部分都在逛街 沒做到事情的感覺 結果中國這次只有 第二場也只有又打一個強行快攻的方式 但是快攻也不是說真的要打死對手 就是在騷擾而已 而且這個騷擾也是騷擾得很死主 這個礦穴一直被鎖 後面還有礦穴 這個地方沒有被鎖 是還好 那我光兵雖然有點多 這邊要來直接抓村民了嗎 但來不及了吧 過去箭塔來得及嗎 欸 來看一下 朝鮮能抓得到 有的村民嗎 先射村民 先射村民 哇 結果讓村民跑掉 哇 說村 哇尷尬 兩村都沒收 哈哈哈哈 太慘了 阿根廷這裡真的是太慘 哇 這邊村民還被射死 這個怎樣 怎麼就亂跑 村民就亂跑了 阿根廷這邊村民怎麼都亂跑 怎麼在激眼TC下了 好 那這邊TC波斯爆 TC爆的波斯 欸這邊可能會被打出一個洞喔 這邊趕快蓋個房子 欸補一下 補個房子 好 那這邊金塔騎起來 逆加法蘭克 騎士要出來了 但是後面的緬甸 飛鏢騎兵直接到法蘭克家裡 那飛鏢騎兵是很康德騎士的 那拉打 你看這個拉打很痛 飛鏢騎兵跟騎棒之負責 沒什麼兩樣 而且攻速甚至比犧牲還要快 但飛鏢騎兵是會打歪的 很容易打歪 所以越近的話 對飛鏢來說越有利 但西陣的話距離遠 還是有可能可以射到的 好 那目前看起來 中國又這邊 經濟也是要起飛了 城堡時代也點下了 那這邊會打步兵爆嗎 城堡步兵爆 要算一下農田樹 紅田樹現在16片田 有挖石頭 那我覺得這邊 TC爆 不是TC爆 步兵爆 可能會有點困難 還是要出這個城堡 出這個哥德衛隊 才可以反制 對方外加 朝鮮的一個工兵 所以這邊四標挖石頭 然後上城堡 出哥德衛隊 做一個反制 這邊用少量槍兵去做騷擾 好 戳對方 那槍兵的好處是 對方是法蘭克 法蘭克出奇事的話 槍兵也是不好處理 那如果我覺得 右這邊再更狠一點的話 前線再蓋個修道院投車 直接變成轉身頭 重擊後方 那對方攻兵要來打的話 投資車也可以 輕易解決對方的攻兵 更狠一點的打法是這樣子 好 不知道右會不會這樣打 好 這邊 波斯 直接在上方 起了個伐木區 結果被瑪雅插 他戒雷一個劍塔起來 外面還有一堆刺口在等 這邊想要跑出去 直接一個毒口 完蛋 BBQ了 波斯這邊TC爆 有點慘 但是龍老師來了 稍微用駱駝來解一下 但血量有點慘 這邊能鎖住村民 其實不多 剩下四隻出來 可能還要再少一隻嗎 欸 應該是可以了 好 移到城堡時代 右選的打法會是什麼呢 我比較在意喔 右這邊的打法 學到越嗎 投車 槍兵投車生頭 有沒有可能 蓋城堡 好 可以 那打哥德威隊了 好 那這個就是我一開始講的 哥德威隊 然後開鑽農 這樣會更穩定一點 因為生頭會有風險 生頭的話 這邊會被騎士直接吃掉嗎 但是後面有槍兵 重裝長槍兵沒有點 先點這個跑速 這邊蓋TC是不是有點風險 看起來很刺激耶 這邊不蓋了 工兵過來 哇 這邊反應很快速耶 工兵過來 村民又逃過一節 這個TC可以直接吃掉 應該沒問題啦 然後後面有緬甸的飛鏢騎兵 飛鏢騎兵打騎士傷害很高 好 朝鮮這邊 終於要上到城堡實彈了 好 這邊直接硬吃 哇 這邊只是一般的工兵 工兵直接損失大量 因為飛鏢騎兵會打歪喔 會有這種擴散傷害的效果 直接工兵全吃 這就是飛鏢騎兵最強大的地方 工兵騎士通吃 噁心 有夠了 好 好 這邊回來再繼續蓋 TC 好 再圍 左邊這邊 駱駝一直想要去打波斯的騷擾 但我覺得有點針對錯人 這邊如果很不趕快去打 那一家的印度斯坦 可能會更慘 或是屈折羅人也知道 自己已經打不贏印度斯坦了 所以也沒去騷擾 因為感覺駱駝的數量 本身就是已經輸對手了 一直去打波斯 感覺有點震驟 弱到對手的一個陷阱 這個是陷阱體 你打一個已經經濟不好的一個玩家 而不是去打強大的文明的玩家的村民 這有點怪怪的 我覺得也是中國隊這邊誘打得好 這邊戰術選擇非常正確 也是這個關係的原因 所以導致阿根廷也不知道該怎麼打 我覺得這也是問題之一 這邊打兩駱駝 哇 村民術非常多 阿根廷這邊打錯GG了嗎 哇 直接擰壓 中國隊A隊實在是太強大了 瞬間就秒殺對手了 城堡時代直接被打爆 還有一個沒放上封箭 瑪雅還不能上 跟波斯一樣 哇 那中國隊的戰術來說 其實是做的都很不錯 這個戰術執行的方面 我覺得很明確 都知道該怎麼打 即使是哥德爾外交 也是不慌不忙 直接裝甲塔開插 然後工兵讓對方鎖在家裡 不敢出門 那其實 博恩蒂這邊外加朝鮮 應該要做的事情 是看到對方已經在插你家的時候 你工兵就直接趕快派到對方家裡 去做工兵騷擾 你只要讓他在家裡插箭塔 或是插更多箭塔防守 那你家裡被騷擾的tempo 就會越來越差 那工兵至少要分兩隊 一隊守在家裡 防止對手再繼續往前插 那有一隊要到右的後面 除了對方挖黃金 或挖石頭 或木頭 或是農田都可以 或是直接去打那家也可以 但是這邊 朝鮮可能是有點太害怕了 所以導致工兵全部在家裡 所以一直沒出去騷擾 導致這個雪球怨骨怨大 我們要發出一道這個問題 這是主要阿根提這邊的問題 那左邊 瑪雅這邊 是修了太多的TC的關係 我覺得TC可能可以不用這麼硬修吧 你看在硬修導致他自己 根本沒法上到封建時代 但補硬修的好處是 如果他補硬修的話 這邊窄口又要再重新讀口一次 所以我也不確定他到底要不要修 那我個人的話是覺得不要修比較好 拆了金塔補在這個地方 這邊稍微再維持一下 然後後面再補下TC 往後開 可能會經濟會再好一些些 不然跟波斯這樣對色 我覺得不是一個太明智之舉 我也不確定阿 這我個人看法而已 那後面的內加的問題 我覺得單純只是中國這邊防守很好 所以內加洛馬打不到任何東西 洛馬其實他們也沒有出太多 經濟上也是有慢慢想要攀升起來 曲折羅倫這邊打得不錯 雖然他的問題是有違價 但是這邊我覺得這還稍微 不違價的話還是很容易被打爆 但是中國隊這邊其實根本沒有想要去做一個落馬騷擾動作 所以他這邊違價有點是白違的 陳寶石在直接爆經濟把他撵過去就好了 所以這邊有點戰術選擇上來說 伯庚蒂其實算是做了一個標配的打卡 但是中國隊這邊是不按理出牌 所以導致他們的戰術完全沒辦法發揮 所以阿根廷隊只能選擇落敗了 那經濟方面我們稍微看過就好了 龍老師這邊經濟兩萬七 兩萬七阿 這邊有點扯 基本上資源都是全爆的 只有這邊割的 右這邊石頭挖比較多 畢竟是塔工 那所有經濟都很誇張 這個感覺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那也記得把這部影片按個個喜歡 我們就會釋出更多的國家盃的影片 好啦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